春秋时期,只有楚国敢于称王,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,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。 战国时期,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。 公元前344年,魏惠王率先称王,之后,齐、秦、魏、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。 公元前323年,魏、韩、赵、燕、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。 赵、燕、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,用上了王号。 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。 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,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。